有了上节课的基础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用户空间的MMAP这个函数 我们打开问文档 MMAP这个函数呢 跟这个函数它是成对使用的 成对使用 然后呢这个MMAP呢 它呢其实呢是干嘛呢 它是映射 把文件或者设备映射到内存里边 映射内存里边 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个呢 它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在当前的调用进程里边呢 在当前调用进程的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呢 创建一个映射 创建一个映射 创建什么样的映射呢 创建文件或者设备到什么的 到进程空间的这个内存的一个映射 那么降临这个映射以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呢 使用这个行数返回这个指责呢 来访问什么的 访问你的文件或者设备 那么这里边可能比较枯燥 那么我们呢 以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么这个程序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边呢 只用到了这几个行数 一个是open 然后呢 用一个MMAP呢 建立一个映射 然后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文件呢 把它close掉 那么首先呢 它是open一个文件 因为我在这个代码里边呢 我是要把这个文件 就是我要把这个文件印象到当前的进程空间 所以呢 我要先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叫MMAP 那么这个MMAP呢 它有几个仓数呢 我们在梦梦档里来看 它有一个 二三四五六 六个仓数 那么第一个仓数的话呢 我们这里边呢 是一个now 表示一个空 那么这个值呢 你可以设定 也可以不设定 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值呢 就表示 你要把这个文件呢 要映射到你当前的这个 虚拟进程空间的哪一块地址处 这个值要不要设定呢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上一课的讲解 我们的这个整个进程空间呢 是0到3G 也就是说我们的进程里面呢 是存在一个一个的虚拟内存区域 并且呢 每个虚拟内存区域呢 它的歧视地址 跟急速地址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边这个值的话呢 你要指定的话呢 就有可能跟你当前 已经存在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的 这个歧视地址呢 重合了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一般不指定 我们指定的now呢 就表示 这个文件在映射到当前的 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的时候呢 是由系统呢 来自动给它分配这个歧视地址的 所以这里边一般是个now 然后第二个仓数呢 它是一个8192 这个是一个长度 这个是个长度 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映射了这么长 这么长的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内存 这里边我这个文件 远远没有8192字节 但是呢 我为了保证说 我能够把这个文件全部映射过来 所以我呢 取了一个8192的值 然后第三个呢 是一个proot 那么这个proot呢 就是用来表示一个权限的 就表示说 映射过来以后 你对这个虚拟地址区域的读 或者写操作 那么第四个仓数呢 是一个flag 那么这个flag呢 就指定什么呢 就指定了这个 虚拟地址区域的 它的一个属性 它的一个属性 其实大家看到这里边的话呢 有可能有的同学就已经猜到了 那么这个MMAP的话呢 其实它做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当前进程里边呢 去申请一个VMA这样一个结构体 申请一个VMA这个结构体 然后呢 这些属性的话呢 最终呢 其实就是付给了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当时这个结构体呢 我们看到它里边呢 除了有什么呢 它里边除了有这个start end和这个属性和权项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file 这个file呢 表示要把哪个文件映射到这个虚拟地址 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因为我们这里边的话呢 是要把这个文件映射过来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在第五个仓数里边呢 指定这个fd 那么这个fd呢 就表示这个文件 那么就表示说 我要把这个文件 这个fd代表的文件呢 来映射到 我们这个进程的一个 某一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那么最后一个仓数呢 它是一个offset 这个offset呢 是偏移 那么0呢 就表示映射这整个文件 那么这个值不是0的话呢 就表示从这个文件里边的这个offset的这个偏移处呢 开始映射 所以总结来讲的话呢 这个mmap呢 它是一个用户空间的一个函数 其实呢 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当墙进程的这个内存管理这块呢 会产生影响 因为当你把这个文件映射到这个当墙进程的时候呢 那么当墙进程里边呢 它就会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样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呢 来映射到 它所代表的这段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那么映射完成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返回一个指针 返回一个指针 那么mmap呢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内核里边 这个新创建的这个结构体的 它的这个start 这样一个指针 因为我们上几个讲到 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它里边那个vmstart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在虚拟进程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的一个起始地址 那么返回去以后呢 那么得到这个buff有什么用呢 我们往下看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buff里边的指呢 打印出来了 那么这个buff里边的指表示什么呢 这个呢 我们一会儿演示的时候呢 大家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么最后的话呢 它用一个well循环的把它sleep 把它sleep 好 那么我们呢 就来运行一下这个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那么它就会打印出这些字符 首先它会打印出它当前的它的那个fd 然后呢 这个date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刚这个buff打印出来的值 那么这个buff的值呢 刚好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 这个把当前文件映射到 通过mmap映射到内存里边的 内存里边以后呢 然后呢 它会反映一个buff这个指证 我们读写这个buff呢 其实就是读写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个就是mmap的一个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里边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文件呢 然后来把它运行一下 把它运行一下 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的一个情况 好 它呢 是17327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cat 我们cd到一个proc里边 然后cd它 然后呢 我们catmmap catmm catm catmaps 那么catmaps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有什么变化 因为根据我们上节课的这个实验哈 假如说你没有做任何映射的时候呢 那么默认的话是15个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所以我们数一下 12345678 910 1112 1314 1516 那么这里边怎么变成16个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 在这个应用程序里边呢 我们这个调用了这个mmap 那么在你的这个应用程序里边 调用这个mmap的时候呢 其实在这个内核里边呢 就会对你当前的进程呢 创建一个新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 并且呢 把这个文件呢 映射到这个新建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应用程序里边呢 我们是把这个文件做了一个映射 所以呢这里边你看到他多了一项 那么这一项呢 就表示为这个为这个文件的映射 而创建的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我们从左边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虚拟这个新建立的虚拟内存区域的 一个起始地址和节路地址 我们这个 调用这个mmap的时候呢 我们是可读可写的 所以他这边呢 就是一个可读可写 并且呢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 那个指定的是一个map share 所以他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s 那么s呢 就表示一个共享的 共享的 那么p呢 就表示private 表示私有的 后面的话呢 就表示一个长度 那么这个呢 就表示这个映射的这个文件的长度 虚拟内存区域这个这个长度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里边指定是8192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个从他到他呢 一减的话呢 刚好是8192个字节 但是实际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是他实际的这个文件的一个长度 因为我们这个虚拟内存区域呢 是因为是为这个文件的映射而创建的 所以后面的话呢 他这里边就列出了他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这个虚拟内存区域 他所对应的一个文件 对那个文件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所以经过我们刚刚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用物空间的这个MMAP呢 他呢 是可以把这个文件或者设备呢 映射到什么呢 映射到 映射到内存里边 但是呢 我们再更精确的一点讲呢 那么他呢 其实是把这个文件或设备呢 映射到当前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那么映射到当前的一个虚拟内存区域里边 以后呢 那么我们呢 后续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操作这个buffer呢 来访问这些文件或者设备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空间 这个MMAP 他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 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编程经验 我们要操作一个文件的话呢 读写一个文件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原始的方法 我们之间怎么做呢 我们会open一个文件 然后呢 通过read的行数呢 来把这里边的文件的内容呢 读出来 或者呢 我们通过read的行数呢 来把要写的东西呢 写到文件里边 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readread的操作 以后呢 还要提供这个MMAP这样的方式呢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效率问题了 我们这个readread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开销的 有什么开销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的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这个驱动 这个驱动 假如说我们对这个驱动 读或者写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最终的话呢 都都会用到一个拷贝行数 比如说我们要写的话呢 那么会掉到一个copy from user 那么我们读的话呢 会有一个copy to user 那么copy to user跟toby from user呢 它这两个行数的话呢 是有开销的 因为这两个行数的话呢 它其实都会有两个仓数 一个仓数呢 表示进程空间的一个地址 一个呢 表示用户空间的一个地址 对于copy from user呢 它会把这个用户空间的这个地址出的一些数据呢 考到什么呢 考到内容空间的这个地址出 既然有拷贝的话呢 那么就有开销了 就有开销 当你数据量很大的话呢 那么这个开销的话呢 就非常大 那么这个开销很大的话呢 就会影响我们系统的性能了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readread有这样一个缺项呢 那么我们呢 就提供了一个MMAP这样一个方式 那么有了这个MMAP以后呢 我们这里边我们看到啊 那么这个MMAP呢 它就会把他这个把这个文件呢 映射到当前的进程 那么映射到当前的进程以后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直接访问这个文件的内容了 而没有任何的数据拷贝的开销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 就是说有了这个readread呢 为什么会有MMAP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基于效率的考虑 效率的考虑 那么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的用户空间 这个MMAP的它的实现 它的实现因为用户空间的MMAP呢 它会通过系统调用调到内核里边 那么具体来讲的话 调到内核的这个doMMAP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首先呢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这个VMA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呃 内存虚拟区域啊 然后呢 初始化 怎么初始化呢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调这个MMAP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一些仓数 那么就是用这些仓数呢 来初始化什么呢 新的这个VMA 啊 初始化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VMA呢 加入到进程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 因为进程呢 它是通过MMSTART来管理很多个VMA这样一个结构体 啊 现在的话呢 你新创建了一个新的一个VMA 所以呢 你要把它呢 通过这个我们上面讲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VM 来把它加到这个 加到这个当前进程的这个MMSTART的这个VMA的这个链表里边 啊 那么加进去以后呢 然后的话呢 它就会调用驱动的MMAP的行数呢 降丽这个用户空间和驱动空间的这个内存地址的一个议设关系 其实呢 就是降丽一个页表 好 那么这个是用户空间MMAP的一个内核实现 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一个文件可以掉可以使用这个MMAP来映射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的底层驱动里边呢 它呢 是实现了这个MMAP的行数 所以我们在用户空间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MMAP这个行数 那么假如说你想为你的驱动 或者说你想把你的这个设备映射到内存里边 那么你该怎么做呢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下一课的内容 fare我们下来